今天是星期二了 大家对于这个有条件行管令 来到现在 整个情况怎么样还习惯吗 大部分其实都已经是复工了 对对对 我觉得关于这个政府一致 叫我们进入新常态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已经养成习惯 现在如果你出门 忘记戴口罩 应该会觉得怪怪的吧 其实你忘记戴口罩 就好像你忘记戴钱那样子 就是你会都回去再拿的 我真的是有试过说 要领到开门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今天 有一些东西没有 就好像不完整要出去 那最后发现到 原来是忘记戴口罩 不过刚才有讲到 很多领域其实都开始复工 但还有一个 就是好几个比较小的领域 包括了理发店呢 其实到现在 还是没有被允许去复工 而今天呢 它算是我们其中一个 讨论的焦点了 新闻主线 那几所涉及的 一马公司案件继续审讯 那妻子李扎呢 是愿意当控方证人 27名中央 还有州领袖 势力挺木游丁的 土团党说 他们退出新门 已经是共识了 今天有37宗的新病例 累计6978宗 那这个传教大集会的病例呢 是占了半数的 政府说 大家不需要担心 会不会去兑付 带孩子去购物的家长 不过警方现在 是要严厉去查 那些违法跨州的人士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其实就是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沙比里 他就可能就是政府 真的是有去考量到 大家的这一个看法 包括说我们昨天在 新闻线的这个 现在VOT 也是有问大家说 到底你赞不赞同 政府可能去 对付那些带孩子 出门去购物的家长 但很多人都讲说 其实不同的情况 每个人面对的情况不同 应该要斟酌处理 所以呢 伊斯麦沙比里就说 由于考量到好几个情况 还有后果 包括必须去考虑到 单亲妈妈 单亲家庭 所以呢 政府现在都不会去 对付那些携带小孩 到超市去购物的家长 那就以这个 单亲妈妈的情况 作为例子就表示啊 如果法律禁止 他们携带小孩的话呢 那这些妈妈的小孩 要交给谁 难道要将小孩 锁在家里吗 不行嘛 那锁在家里的话 如果任何事情发生 怎么办呢 因此政府现在就会去 要求卫生部 以及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 针对这个上述的课题 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避免啊 引发其他的问题 那说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今天国防部长 也有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 因为呢 到现在了 第63天了 还是很多人呢 都要企图跨州 那他就说 不要以为啊 警方事无计可施 因为现在他们呢 可能可以直接上门 去突击检查 全国警察总长 阿多哈密就说呢 执法单位啊 就是可能会在这开斋节的期间 登门造访 去确保说 大家在这期间呢 真的是有遵守 这个有条件行管令 没有人做违法的东西 没有人企图跨州 那他就像每日新闻说到呢 警方是非常眼镇看待这件事的 就是跨州禁令这件事 尤其呢 在没有获得批准之下 如果你私自跨州 去庆祝开斋节的话呢 警方就会 去到你的家 去突击检查 你的行踪到底在哪里 当然除了这么做之外呢 警方也是会在路上 继续设路障的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啊 大家不守法律的话呢 警方 他们是非常忙碌的 现在不只是在riblock啊 现在还要去家 一间一间去看一下 那之前看到新闻有讲嘛 可能就是 发现你家的那个车 突然间变多的话 就有合理怀疑 可能就是有聚集 就违法的聚集了 那与此同时 其实看到了 伊斯麦沙比里 他有透露 马来西亚国防卫队 还有警方 会在开斋节期间 在全国的住宅区 还有甘邦那边去监督 以确保大家在假节期间 有遵守整个 有条件性管令的SOP 不跨州 也不超过20个人的 这个群聚 他还说到啊 将近这个开斋节的时候 有些人试图闯关 看到这个例子 这个车 慢慢的越来越多了 伊斯麦沙比里 就提醒那一些 你可能啊 侥幸的闯过了这个路障 然后就是跨州返乡 但是你去的时候 OK 你不要忘记 你还要回来哦 如果你回程 不那么顺利的话 你就可能会 被困在你家乡了 这样子不是很尴尬 你不能够回到 去工作岗位 所以呢 暂时就是 大家都不要去 就是去违反这个SOP 现在暂时忍一忍了 那警队一个 阿杜哈密也有说到呢 其实民众 你是可以申请跨州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合理的理由 当然这个部分呢 也是要得到警方 那边的批准 那他也说到呢 警方已经成立了 一个特别队伍 来鉴定那些 就是你有没有获得 批准之下 跨州的人士 所以警方随时都有在检查 如果说到这个跨州呢 之前就是大家 如果申请的话 是透过一个APP嘛 叫做Grab Malaysia 可是呢 这个APP呢 他已经功成身退了 因为呢 现在民众 如果你有一个 合理的理由 要跨州的话 你是必须要到警局那边 去提出申请 然后得到批准之后 才可以上路 申请不一定过 你要真的批准了之后 才可以上路 OK 大家如果真的是有 合理的理由 可以就去申请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说到违反跨州 除了这个违反禁令去跨州之外呢 警方现在也在监督 其他的违规行为 伊斯曼沙比里表示啊 警方在昨天就开始 采取法律行动 对付那些 有条件刑管令 就是之下 你违反SOP的人 其实一共有15个人 开出了法单 他表示警方从昨天 才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所以现在为止呢 暂时都还没有把任何 违反SOP的人控上法庭 相信未来呢 会这样子做的 之前就只是可能警告啊 或者就是开 一般的就是罚款之类 现在就是要告上法庭了 不过进入这个第二阶段的 有条件刑管令 其实很多领域 好像一开始讲的 都已经放宽 理发店 现在依然是不准副业的 伊斯曼沙比里表示啊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卫生部 还没有给任何的劝告 去针对理发店副业课 题进行任何的讨论 因此呢 理发店暂时还处于一个 就是禁止副业的名单上面 他这个是比较较早前讲的 今天下午的 这个例行记者会上面讲 就是说会去讨论啊等等 但是到傍晚的时候 我们看到卫生总监 有一个新的发表文告了 对没错 那个卫生总监诺西山 就有说到呢 其实政府已经制定了 有关这个理发业 他们副业的一个 标准作业程序就是SOP 那现在呢 就会进一步的去研究 因为呢 现在当局也是需要去分析 外劳理发师的数据 才能够去决定说 是不是要批准他们副业 那诺西山也有证实呢 当局是已经接获了 理发店协会那边的 一个书信要求 但是呢 由于理发是一个 很容易跟你的顾客 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行业嘛 所以当局还是要去探讨 可以怎么样去防范 这个病毒传播 好 我们就再换一个焦点来看一下 就是在宗教领域那边 因为伊斯曼莎比里指出啊 团结国家的这个团结部长呢 他立马会再去 会见伊斯兰的这个 他们领袖 就是除了伊斯兰之外的一些 宗教领袖 去针对好几个问题 还有事项在做出一个深入的讨论 所以呢 有关其他宗教场所开放的 这个SOP呢 会暂缓才出炉 他就预料最快可能就在星期四 星期四是后天 就可以把各大宗教领袖的反馈 提成给这个行动管制令 执行跨部门的特别会议 这样子就可以proceed下去 看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这些宗教活动 好了 现在我们来跟进一下 今天最新的数据 而截至今天中午12点呢 我们是新增了37宗的病例 那现在累计总数呢 已经达到6978宗 另外今天呢 有一个人死亡 所以现在呢 累计的死亡总数 是已经去到114人了 而今天37宗的 这个新增病例当中呢 其中两宗是境外输入 绝大部分35宗呢 都是本土感染 那非公民是占了22人 另外呢 今天康复出院的人 是有31个 那我们的这个痊愈率呢 是达到80.9% 越来越靠近81% 真的一直在是节节上升的 那看到卫生总监诺西山说啊 由于早前没有办法 鉴定确准病例的感染群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 有多少多少宗感染 但是不知道 那个感染群从哪里来 但今天呢 他们就已经鉴定了 大城堡清真寺 传教大集会的感染群里面呢 是再增加了927宗病例 所以意思就是讲 整个因为这个大城堡宗教集会 感染的这一个感染群呢 累计下来的总病例 是达到了3347宗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有讲嘛 我们现在累计下来的是 6000多宗 而这一个大城堡传教集会 就占了当中的48% 是将近一半的 对 那然后这一个感染群 其实到现在已经感染到去第五代 不过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值得开心的事情啦 说到我国已经有13个感染群 宣告终结 最新加入的终结行列 两大感染群包括了这个国家皇宫 还有就是边加兰的感染群 那说到边加兰感染群呢 其实截至上个月底 4月22号的时候 是一共有15宗的病例 而这个感染群呢 是因为有0号病人 他在3月17号到雪州那边去探亲 然后隔天就回到 罗夫边加兰的时候呢 就确诊才开始形成了这个感染群 至于国家皇宫的这个感染群呢 就是有7名的皇宫的员工确诊了 所以导致呢 这个皇宫的员工啊 还有跟他有亲密接触过的人呢 都必须要接受这个筛检 所以这两个就是已经是终结了 OK 那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个防疫工作 就是看往好的方向 一直在迈进 这康复率也高啦 然后我们的这个新增病例 其实也是控制在 就是不是太多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防疫效果呢 其实有目共睹 连这个美国的网红 他名字叫做达斯丁的这一位网红 他是上传了一支 名字叫做 马来西亚如何做到 不可能关病的这一个影片 就阐述说 马来西亚靠15种方案 在抗疫之路去取得成效的 那这个达斯丁 他就说到这15种方案 最为重要的就是全马人民展现合作精神 不分社会地位 不分性别 宗教 种族 是为了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 是不是真的 我讲到我自己鸡皮歌都起来 自己感动 其实听到外国人的口中这么说 我会觉得很感动的啦 那他也说呢 这也就是 大马如何做到不可能 从一个病例数量 曾经是东南亚国家的三倍 然后现在呢 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个影片呢 就是有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在转发 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卫生总监诺西山 他今早呢 也是张贴了这个影片 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冠病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 前所未有的一件事情 但是各行各业现在都已经做出了牺牲 很多人都面临艰苦跟困苦的这个时刻 不过说到这个对抗的话 真的也是要特别感谢诺西山 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 所有的前线工作人员 还有你我 我们都在遵守SOP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付出这个努力 去控制这个疫情的 好了 来到今天的这个现在 今天要问的就是啊 我们的国防部长说 现阶段依然禁止理发店副业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今天给你两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说应该制定SOP 让理发店那边副业的话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说 依然是有感染风险 暂时不应该副业呢 可以点选love 两个选项去到我们的官方 Facebook去投选 除了新冠疫情 我们一直在跟进之外呢 其实政治政党的新闻 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土豬团结党啊 内斗是加剧 今天看到了27名土团党 最高理事还有周领袖 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要力挺首相慕游丁的 声明就强调呢 土团党在今年2月 召开的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呢 是已经一决 要退出西蒙 就跟西蒙以外的政党 组成一个新的政治联盟 那这个决定呢 是非常明确 不需要被质疑的 而这个新的政治联盟 说的就是国盟 那这个声明就表示呢 国民联盟的这个宗旨啊 跟目标都已经纳入了 谅解备忘录中 那较早之前呢 其实敦马阵营的土团党电视 就公布了一段 声称是慕游丁在土团的 这个会议谈话的一个录音 就是说呢 土团在2月23号的 喜来登行动 当天的会议 是没有预议决要退出西蒙 不过根据他们最新的这个文告 就已经说到 他们是退出的 所以很明显 你就看到两派了 然后一派就是说 不同的书法 对 我们还没有退出 另外派说 其实我们已经退出了 是弄一书了 另外看到掌管国会 及法律事务的首相处部长 达基尤丁 他今天表明 其实呢 在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 支持的情况下呢 国盟并不害怕面对 不信任首相的动议 他说如果有关的动议 在国会上面提出的话 国盟政府其实也愿意面对 因为他们都已经是有足够的 议员支持了 他同时也强调啊 政府召开一日国会 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在野党 这一番话算是也是回应之前 蹲满他们的 对对对 五个领袖的那个说法 对 好 我们接着来换一个焦点 因为这个案件呢 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一马案件 因为之前因为这个 行管令的关系呢 已经停止了一阵子嘛 今天是恢复审讯了 案件的主控官戈巴斯里南呢 今天针对前首相纳吉 之前的言论 向法庭表明要告纳吉 描示法庭 那纳吉在3月4号 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 就说到 希望国盟上台之后呢 他的案件可以得到 更加公正的审讯 而他当时也强调 自己所面对的控诉呢 都有政治议程 他也说法官呢 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 而被施压 结果这一番话 现在就是戈巴斯里南 要去控告他 描示法庭 不过与此同时呢 纳吉他的妻子李扎 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一马公司案件的 控方证人 话说李扎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才刚刚从自己的 这个一马公司 洗钱案件中脱身 那个时候是根据 吉隆坡地庭的说法 就是由于控辩 双方已经达成了 这一个协议 因而他们就裁决说 李扎获得释放 但是这个释放 并不等于 他是无罪的 而纳吉的这个主控官 就是刚刚收到的 戈巴斯里南的 就向这个法庭表示 李扎他其实已经表明 他愿意做 这个控方证人 那因此呢 控方有可能是 需要修改证人的名单 那说到李扎呢 其实高庭今天呢 也批准政府充公 两年前警方起货 他所拥有的 60万令吉的现金 而这个呢 其实也是李扎 跟控方达成的协议 他上个星期 就是刚刚说到 在地庭那边才获判 释放 但是不表示无罪嘛 而这个现金呢 其实警方是在两年前 2018年5月17号 在李扎 纳吉跟罗斯玛的 住家当中 起货的款项 其中包括了 53万令吉 2700英镑 以及287万的 斯里兰卡卢比 OK那说到 其实这个李扎 在印马案件中脱身啊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就是一两天前吧 这个新闻呢 就引起了 很大很大的争议 如今这个战火 是直接延烧到了 大马律师工会 今天看到了多名律师 这多名律师里面 也包括了五名 律师工会的前主席 是直接批评 现任的律师工会主席 沙琳巴西 他们就说到 沙琳巴西 避开整个问题 违背了律师工会 无所畏惧的独立立场 这事关呢 沙琳巴西 昨天就针对 李扎获释 但并不等于无罪 这一个案件的时候 就发表了 一则很笼统的声明 这个声明就讲 这个检察官 他们是有斟酌权 是否是不是 真的是要这样子做 要做这样的一个判决的 结果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声明呢 好几名的律师 今天就发表了 联署的文告啦 就谴责 沙琳巴西 就讲他的文告 不但是空洞 没有重点 而且是隐瞒了 很多疑点 他们就担心 律师工会呢 会迷失整个方向 失去他们 珍贵的传统啊 而今天发表 这个联署声明的 包括了 前律师工会的主席 杨映波 安美佳 还有林志伟等等 那他们就认为 如果说没有一个实际的贡献 或者是不愿意表达明确 跟有原则的立场 那么沙琳巴西 你就不应该去发文告啦 简单来讲 如果写到没有重点的话 就感觉不要写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现在部 今天呢 要说的 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今天国防部 高级部长有提到啊 现阶段 依然是禁止理发业那边副业的 那你怎么看呢 今天呢 80%的朋友是支持love的选项 就是应该要制定SOP 让理发店副业 那20%的朋友呢 是觉得现在依然是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暂时不应该副业的啊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赞同要开始去 没错 就是要有这个SOP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副业 因为我们这个是针对 国防部长的一个就是问题嘛 这个现阶部 但是在傍晚的时候 后来卫生总监诺西山 其实也在一起跟大家强调啊 他说政府已经制定 理发的标准作业程序 然后会进一步去研究这样子 然后去分析整个数据啊 我自己相信很快 应该就是既然在制定了 既然都已经有了那个东西了 所以有一个数据出来 可能大家就可以副业了 那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呢 Jaden是觉得他不赞成 美发美容复工的 不管是就是怎么放宽都好 因为感染风险不是更高吗 我觉得他可能指的是 近距离接触这件事情吧 OK Jaden笑就说认同制定SOP 跟着这个SOP走 刚才你有讲了 对啊 没有这个还没有收到 OK 那Sock Cindy就觉得说 现在都几乎所有行业都副业了 有差吗 我看到李子照 他就说很危险的 不能够开业 他觉得应该等疫苗之后开业 才不迟吧 有可能三五年 我觉得他是在讽刺吧 SK呢 他是应该是不赞成副业的 他说这个时候 跟别人亲密接触的话 有一定风险 他现在已经自己在家里捡了 然后成绩还不错 OK 那看到Catherine Yu 他就说 不开就没有钱了 觉得应该可以用跟着SOP走 大部分大家还是可以赞同 跟着这个SOP的 那Cocco就觉得 不能复业的话 有援助金吗 人家要怎么活啊 我们可以说可以开啦 回向过年都可以 回向过年不可以啊 是谁跟你说 谁跟你说可以的 现在政府已经说要上门去检查了 那Tommy就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对这些 就是美发啊 美容啊 美甲啊 这些行业公平一点呢 因为他们也需要资金周转啊 嗯 看到Young White Kid 也是说 关于这个Green Zone 或者是 就是 绿区的情况 对绿区的情况 这些美容啊 美发业 他们可以开业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Craining就建议政府说 是不是可以参考新加坡那边的情况呢 就是允许赴业 但是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去让他们去跟进的 嗯 最新的消息就是 我们的卫生总监讲 SOP已经有了 再确定最后最后的这个数据 包括说可能有些外劳的那个 对对对 他们说要去看一下那个数据 然后再探讨一下 看可以怎么样制定出一个新的 这个放宽的法令 让大家去跟随 希望可以很快得到政府那边的好消息了 我是湘君 我是心甲心锐 明天跟你继续聊新闻